各位要學 學佛不能光一直參加法會一直拜 而是要把簡單的佛法記在心裡面 然後去面對這個事情 今天兒子不聽的話 佛陀講得真好苦 今天得癌症 佛陀講得真好苦 老 病 那本來誰不會生病 誰不會老 所以佛陀說在一起的都會分開 有生的都會死亡 再高的地位也會下台 所賺的錢什麼也帶不走 這個是真相 所以世間的一切變化無常 所以苦 生 老 病 死 再背一下 求不得苦 愛別離苦 怨真會苦 五孕赤勝苦 你想要得到 得不到 求不得苦 你想要在一起的就分開 愛別離苦 你不想在一起的都在跟你睡在一起 叫怨真會苦 天天跟你吵架 晚清借助 晚清借助 住在你隔壁 天天找你麻煩 身心變化苦 這個世界有身體就會痛苦 心裡也在痛苦 但是你不能像各位做女孩子結婚 你不能說 先生對我好我就快樂 先生對我不好你就痛苦 那你就沒智慧了 所以你趕快來佛堂 一直拜佛 拜佛 拜佛 拜啊 觀音菩薩 讓我老公對你好好一點 那你這個不是拜佛 我們是學佛放下 如果你一直拜佛 拜佛 那你就出家就好了嘛 你不是沒老公 不是快樂了 那各位要了解 智慧 所以佛陀跟我們說 這個苦為什麼會痛苦 疾 痛苦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智慧 對會變化的 貪愛執著 叫 聽一下 無名為父親 貪愛為母親 身下苦命流轉額 我們就是那一位了 因為沒有智慧 想要抓住什麼 明明變化無常的 你想要控制它 叫 貪愛執著 然後你就開始痛苦了 輪迴 所以滅替 所以佛陀告訴我們 只要把自己的無名 貪愛 消除掉 那你就沒痛苦了 所以剛剛在念的是 調伏自己 自盡其意 調伏內心 消滅自我 消滅貪嗔痴 這樣就好了 隔壁的男人去找別的女人 你不會生氣 你老公找到別的女人 你會生氣 差在哪裡 就是你要去想這個問題 因為你有貪愛 你對別人 你就不會這麼管他 這叫執著 當然道理大家都知道了 那你叫修道 真的要修行 所以一個人為什麼要拜佛 除了感恩佛陀 相信佛陀 最主要是 我現在在生氣 所以我趕快拜佛 我不能生氣 生氣 讓我痛苦 讓別人也痛苦 我現在在貪心 所以我要來拜佛 求燦為 希望我自己也不要貪心 要改變自己 所以佛教的修行各種方法 他就是要消除這一些的 像剛剛講的 貪心 生氣 嫉妒 各種各種的 所以如果你不調伏內心 你只想要去控制外在的世界 那你就會很痛苦 所以念一下 諸法無我 一切的存在 你都沒辦法控制 叫無我 我要 我不要 我要有錢 我不要窮 我要別人愛我 別人尊重我 聽我的話 所以佛教 念一下 一切隨緣 隨緣不是隨便 那有業報的 這個緣是因緣果報 這是你過去世種的業 那你生什麼兒子 生什麼女兒 這有她的緣分的 今天你跟某人結婚 這有她的因緣的 只是我們這個寺廟 我們這個寺廟叫 法緣禪世 希望結的緣是佛法的緣 不要世俗緣禪世 那會很慘 所以 所以各位只要能夠 了解這個道理 所以各位要經常背 你要靜靜地坐在家裡 這個世間真苦 世間你看報紙看電視那些痛苦 都是因為他們沒有智慧 不相信因果 你會吃更多的肉 會健康 它會讓你生病 像我們華人喜歡吃龍蝦螃蟹 會讓你找死 但是他不了解 就像各位現在聽佛法 看到一個年輕人在談戀愛 拍名了 他完蛋了 所以外面有寫四個字 苦海無邊 念一下 愛河千尺浪 苦海萬重坡 所以你愛的越深越痛苦 佛經又說 有愛生憂慮 有愛生恐怖 無所愛樂 無憂無不 佛經講得很好 所以各位歸佛就是 我們以為愛情是快樂 哪一天知道痛苦 原來佛陀真是有智慧啊 所以我要來歸佛陀 因為我有愛 就會憂慮恐怖 對方很愛你 你也會怕他生病 就像各位你愛兒子 我這輩子能夠出家 是因為我生了一個兒子 所以我才知道 很痛苦啊 沒有兒子的時候 沒有想到痛苦 一有兒子的時候 哇每天沒辦法睡覺 他一感冒 他一不吃飯 他晚上睡覺 我再爬起來看 他有沒有在呼吸 對不對 因為他媽媽說 趴著這樣臉比較扁 這樣比較好看 臉不會大大 這樣會自習的 對不對 我就是這樣開始學佛的 不然我以前不知道 什麼叫佛法 賺錢 結婚 生小孩 買房子 這個就是人生目標 等你達到這些目標以後 你會覺得更痛苦 痛苦的不得了 所以我可能沒有像我們 大法師這樣比較有福報 不用結婚就可以出家 但是也有好處也有缺點 就沒經驗 像我們有經驗 就不會再暈船 所以我是倒過來走的 我一切都擁有了 我才知道痛苦 知道我媽媽生病 病得很厲害 我更知道痛苦 讀這麼多書 賺這麼多錢 對她一點幫助都沒有 沒有辦法減低她的痛苦 好在別人給我一部地藏經 所以我今天要送給各位地藏經 我到全世界 我都在推地藏菩薩本願景 所以那時候有人送我一部地藏經 我在醫院沒辦法 我就拿來看 特別我媽媽正在痛的時候 那個床都在搖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只能跪在那邊念地藏經 人家給我說 希望媽媽好一點 所以我真的跪著念完 第一次把地藏經念完 我發覺我跪在那邊念地藏經 我媽媽就沒有在叫 沒有在震動 所以我更認真 我更認真 我那時候想說媽媽的痛給我 所以我腳很痛 但是我媽媽不痛 我腳痛沒關係 所以再痛我都沒關係 因為媽媽不要痛 這個對我幫助很大 因為對待媽媽的方法 能夠去對待所有眾生 那就是佛法 所以我念完地藏經以後 我媽媽真的都沒痛 然後我就發願 然後我要學地藏王菩薩這樣出家 後來我媽媽就沒有再得過癌症了 所以對我來講 所以我要送給各位 你現在就要念 你不要等癌症再念 但是讀地藏經不是光讀 是要學地藏王菩薩這樣 念一下 相信因緣果報 六道輪迴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歸一三寶 孝順父母 供養三寶 超度父母 為母親發願 願度眾生 所以我想我們華人很喜歡超度 超度都會擺一個地藏菩薩 或是阿彌陀佛 就是說我們只要學地藏王菩薩這樣 去修行 父母一定可以超度的 但是我們希望父母超度不要再輪迴去極樂世界 因為去極樂世界以後 將來來這個世間 你就不會被卡住 從極樂世界來 我們現在把極樂世界當淨土 但是菩薩把輪迴的世界當淨土 因為菩薩有要 有慈悲心 有智慧跟悲心 他到哪裡就可以幫助別人 幫助別人快不快樂 太快樂 如果這個人感冒到你面前 他感冒就好 你好快樂 就像各位現在願意坐在法師面前 停課 謝謝你給我面子 讓我活著有一點意義 因為我在講佛法 雖然各位都很熟了 三法印 四聖替 八正道 但是我可能還必須要重複一遍 因為我怕各位忘了這個基本的原理 所以 釋迦牟尼佛跟我們講這些法 那各位要開始使用它 所以當你牽著你兒子的手的時候 你要想 這是我愛他嗎 這個愛會讓你很痛苦 他也很痛苦 我牽著他幹嘛 我牽著他希望他來法元禪師拜佛 那可以 這是愛他最好的方法 不是送他去美國讀書 去拿博士 那我老半天還不會講中文 看不懂地藏經 那你就會後悔了 所以 因為你再有錢 再有錢讓你享受一輩子 最后還是死了又輪迴 所以我們學佛剛剛講的 地藏經特別講的 來 相信輪迴 人死的還有來世 而且人死的這個來世 是決定在你這一輩子 所做的好事或壞事 當然好事或壞事 決定在你的心態 你可以講 好心有好報 好人好自己 壞心有壞報 壞人壞自己 自作自受 這個就是真相 釋迦牟尼佛跟我們講的真相 你希望長得漂亮嗎 多在佛前供花 前面的花漂不漂亮 這個用錢買的 所以佛前供一朵花 功德無量 而且這麼漂亮 以後你的外表 特別臉就漂亮 很簡單的道理 供水果 好美好香好好吃 所以你會很有人緣 所以你會很清香 供香 鼻子會很好看 皮膚會很細啊 沒有不好的味道啊 所以佛陀寇門最重要的道理 第一條 相信因果 善有善報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你希望你生生世世 皮膚都沒有皺紋 沒事都來法院禪室掃地啊 地板擦得亮亮 你自然皮膚就亮亮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你希望你來世身材更高更好 多來拜佛啊 用身體拜佛 身材高大 用身體繞佛 繞一圈 出身高貴 身材高挑 聲音好聽 因為我們在繞佛的時候 一定在念 南無阿彌陀佛 那時候聲音在念佛 身體在繞佛 所以 你希望講話很甜 多供水 這樣 所以 因為在佛前 可以做很大的福寶 你希望你的家裡 像別墅一樣的大 那在佛前莊嚴 所以在佛前用了各種 顏色的布啊 花啊 那看起來很莊嚴 所以 那你讓佛越莊嚴 那你以後 行為反作用力 背這六個字來 行為反作用力 你亂丟紫屑 臉就髒 你掃地 臉就乾淨 你尊敬別人 別人就尊敬你 好 那各位要發財要怎麼辦 那就幫助貧窮人 多布施 造佛像 蓋寺廟 幫助窮人 聽一下 地藏經講 捨一得萬 捨一得萬 布施一塊錢 就一萬塊錢